讲一下离谱的移民局啊 这个事情呢 关注到我们所有想在美国申请OPT的毕业之后 要实习的这些同学 现在的就是2023年8月份 对于我们在美国留学的国际学生毕利业以后 想要拿到公卡 想要办理OPT通过 现在是至少需要四个月的时间 我的好几个学生都是找到了工作了 都到工作的目的地去等了一个多月了 结果公卡还是迟迟没有来 那么怎么解决呢 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呢 很无奈 你可以呢 花1500块钱加急 移民局从今年年初开始呢 收OPT EAD卡办理的加急费 它两周之内就可以给你办好 这是一种 第二个呢 你要想省这1500呢 那么你就早申请 千万不要 毕业以后一个月你再开始申请 这样的话呢 很有可能雇主那边你找到了活 最后拿不到公卡 你不能合法开始工作 然后呢 你把工作给丢了 这样就太可惜了 但是如果你现在有了工作了的话 我建议呢 你该加急赶紧加急 这个移民局啊 本来呢 是又慢 又笨 现在呢 还加上一个 又贵 其实在今年年初 没有收费的时候呢 线上申请EAD卡 时间已经降到了 一个月了 结果呢 就是因为收费 反而导致了 这些收费的人 能够加速 而没有收费的人 就大减速 所以这个呢 也挺遗憾 那么你既然想在美国工作 想在美国拿公卡 那你就得要跟移民局来打交道 跟移民局来对付 这里边呢 我还要提醒 现在呢 也有多个同学呢 发现很大的问题 就是 因为现在公卡记的时间太长了嘛 四个月 他在毕业之后 可能搬家呀 换城市啊 什么的 把公卡记丢了 公卡记丢了的话 非常非常的麻烦 首先你得要花一段时间 才知道你的公卡是丢了 然后呢 你要去跟移民局去申请来重新制作这张公卡 虽然移民局不会再收你的钱 但是呢 这么一折腾 可能又是两三个月过去了 我们现在遇到很多学生是这样的 那么怎么办呢 就是你要及时更新你的地址 第二呢 我们现在很多的学生来选用 后人就业的OPT管家 OPT管家 我跟很多学生家长说啊 非常重要 第一个呢 你在申请OPT的时候 你这么多的材料 你别给记错了 记错了以后 一折腾回来 就是三四个月 第二呢 就是公卡 寄到我们后人匹兹堡的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是一个 永远存在的这么一个永久地址 不会因为你中间什么搬家呀 收不到 那我们一收到以后呢 我们会给你特快专地 不管你是在加州还是在纽约 我们会给你发过去 你这样呢 就避免了丢的麻烦 第三呢 移民局啊 EAD啊 OPT啊 这些东西呢 还是经常变化的 那么你有了这个OPT管家呢 遇到一些情况 我们的专家呢 你可以跟他来商量 比如说很多同学 我到底是要不要加急 什么时候该开始办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这里边是有人帮你的 所以呢 千万别因为呢 移民局又慢又笨又坏 影响了我们的求职和就业 现在美国求职就业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咱们能找到工作呀 实习这些同学都是好样的 别让这个EAD卡 把你给耽误了 好的 美国求聂就业找后人 我是常老师 你给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